羅馬尼有什麼理由 球這樣坐在右腳 又被人後衛扶出來 沒有運的時候 一對球就很危險 幸運之神始終還在他那裡 突然踹過球下來 被美國陷入了 比利時 如果這場球不是那場球輸了 對比利時就出事 不是 我說這場球 應該不是對美國的 對美國一樣 對什麼都一樣 對什麼都一樣 巴西始終我覺得這場球 讓他磨一磨練 下一場就直通快車 殺荷蘭 一直這樣過 拿冠軍 沒有問題 阿叔你很有機會 沒有問題 現在變成了德國 德國反而越來越踢越好 那個循序漸進的好法 你說的 不是我說的 不是我說的 你說的 不是我說的 按禮法 因為你的信心又掉下來 因為我的信心又掉下來 看看巴西又這樣 你進了強隊之後 現在看來看去 最好是叫羅馬尼亞 其實我們現在等待看 看利亞利亞 意大利 是 看看那兩隊究竟是否最精彩 如果說精彩 就一定是羅馬尼亞 阿根廷昨晚一場 說精彩是否 一定是意大利會贏 一定是意大利會贏 對 希望意大利會贏 我們這樣吧 我們事前一雙情願 大家都認為巴西可以贏球盤以上 對 但我可以說輸 這個盤 我還沒開球前說輸 我們只是想法 但相信大家都很有興趣 踢球都知道 其實一開始人家計劃 打九個守衛 十個守衛 根本很難打 他不知道怎麼辦 那個人沒有工作 我什麼那個人呢 出去了 所以什麼時候 大家踢球都說 一隊球 大家五五球 大家去入球就難了 我比你好 要你入球都難 但是我低你兩班 但我要守和你 其實不是那麼難 只要你有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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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住就行了 初初巴西都是 有點老鼠拉骨 其實他是太穩定 由左打到右 又打到左 然後再往後 再往前 後面的不同 仍然是打回巴西的赤法 由羅馬尼去帽 只要他能夠帽 這兩個人的話 一打散了你的守衛 你一漏空位 巴比徒就見功 什麼時候都是破壞 足球比較容易打 建設的就難了 為什麼巴西這麼好看呢 他們建設的功能做得好 剛才我們和嘉賓 也都研究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今天巴西都很幸運 因為他們十人應戰的時間 很幸運是對著美國 如果對著第二隊 我想下半場 那四十五分鐘很難捱 可能會輸 其實巴西十人應戰 跟打十一個是沒有分別的 美國也不敢攻擊他 他沒有質素 他沒有質素 他不敢攻擊他 巴西就比後衛少了 沒有問題的 剛才我開波時說 足球術語九手是必失的 果然應驗了 你就搜吧 手來搜 一個錯誤你就輸了 你說剛才如果他十人應戰 對著瑞典、比利時 那些都不行 西班牙都不行 我想很危險 如果大家看球來說 當然是說 以說實話 巴西一定比美國好 但其實沒有人很難踢 因為美國打算說魚腩 我便說 OK,我的魚腩 我便出去 插進骨 魚腩 出去享受 盡量打多少 他現在輸了比零 他也算贏了 其實心理上 對,其實美國是異性很多的 好 第一 第二就是 強隊、弱隊的分別 就是你可否一早開球入球 這個很重要 是 我看幾對球 德哥一早入球 是嗎?荷蘭一早入球 這個問題 不行 他說 我們不是說巴西去不了 兩個逆風 是被美國看中 部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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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這樣的人 兩個人 只差一個人 如果梅拿出來 或是否可以變變 這個要看 你需要有些秘密的武器 創造性的球員 在突然間這些情況裡 就要出來 其實我想巴西都應該 換人換個中間 如果一直贏不到球 就靠這樣等機會 不行 但現在已經看完了 他最好是萊爾 但萊爾這兩年的狀態 不可以 前兩年就可以 剛剛踢了一杯的狀態 掉下來 在法國聖夜宇門 都不出他做正選 很可憐 如果不是巴比圖 可以後來入球 我想一定要換他 換梅拿出來 雖然羅馬你不喜歡 但如果真的 用不進去的時候 一定要搏 如果和了巴士 一定換梅拿 一定換梅拿 因為那本已經被美國 吸住了你 不過Anyway 其實大家都想巴西爺 當然大家都想巴西爺 入啊 大哥入了美國 大家睡覺了 不過米露天盧榮 是真的部署場 部署得好 看到領隊部署 他簡直是 完全擺放在人 是塞你那些 最好的幾個球員 反而你沒有了 你叫他攻 整班都不會攻 他們沒有命令 我想他的計劃之中 對嗎 以嘉明的立場來說 就認為米露天盧榮 可以部署 因為嘉明慣經 找手突擊 蘇格德 我們說回剛才的問題 你如果想部署防守 其實比較容易 對,波壞容易 但進攻很多事情 突發事件 你要運用你 當時處理這個環境 甚麼環境發生 你是怎樣 轉腦筋去應付環境 防守很容易 我總之不讓球員踢球 總之有球 我踢開危險區域 很容易做的 那美國防守球員 顧錦輝 說一說 破壞功夫 始終是易做過建設的功夫 對 通常都是 因為你差不多出去踢的時候 你做環境 盡量不要讓前鋒入球 大家不踢球 只要少踢球 最主要是 盡量破壞 你不用做那麼多事情 總之教你跟著他 就像拿你的錢 但我真的覺得 如果讓你預約羅馬尼奧 幸好這次聖保羅 沒有羅馬尼奧 預約羅馬尼奧 怎麼跟他踢 除了踢他之外 真的想不到甚麼辦法 沒有 就是 拔衫拔褲 那些可不可以 要出馬尼奧 也要 但是兩下出場 慘了 兩下就… 不過我覺得 我們在第一場 美國第一場球打的時候 只剩下一個人前面 你只剩下手 也要打突擊 對嗎 他們對瑞士 都是用這個方法 不會說 突擊後 希望有幾個人出來 我們昨天看到羅馬尼奧 就很清楚 是的 有電話進去 聽聽觀眾 聽聽觀眾 當然跟智慧說 巴西 阿伍生 阿伍生 阿伍小姐 阿伍小姐 其實贏已經很幸運了 五小姐 因為在十人應戰底下 能夠仍然用這個人 部署 在防守 就是靠前面那兩三釘人 一直摸他 而入球 已經是幸運 我想 巴西已經可惜了 不得了 在我自己的腦海裡面 一入了那個球 我就只能形容到甚麼 形容到被罰出場的球員 在更衣室 馬上流淚 然後馬上畫十字架 否則他又成了罪人 是 所以說巴必圖 可以說是禁命因人 令到 回到後 大家都安排 罰出場 沒所謂了 也贏了 否則輸了 我覺得很慘 但我覺得巴必圖 射球球也很冷靜 因為 比普通那些 一大腳射過去 可能會 或者彈柱 西翻出去界 但他用掃把腳射 慢慢射進去 就非常冷靜 入球 就永遠好 又好像羅馬尼奧 羅馬尼奧 那個人都很冷靜 單刀還要夾一腳 過了龍門 誰知道 轉身的時候 就把腳踢到 自己都按住 他自己都好笑 但羅馬尼奧 起腳 我就已經站起來 入球了 射到後面 把板打出來 我都拋了頭 第二次他就 不要了 我不要射了 射了 就被龍門接住 林延長那個 不是就兩球 所以很難說 一開始我都很害怕 看這場球 因為太多種彈柱 又被龍門撲出 所以很害怕 巴西贏不了 但後來也贏得 其實美國都打得非常好 那些後衛很密集 破壞力很強 破壞力很強 而且我覺得 巴西的底線傳球 不是那麼有效 通常都是 某一隊的後衛出錯 他才可以 或者一個突擊 靠前鋒的個人技術 扭過 再射入 有所不同 因為這次 巴西兩個翼鋒上的 他是用翼鋒 去鉗制翼鋒 變成二閘 就突出了 而且他們的閘 這次是打得比較厚 所以巴西一向 落到底線的時候 用地波 燙出來 去標前射的地波 是用不到 唯有 我就想用過頭 在第二條柱落 但是巴西今天 又不是那麼多前鋒 去標上去 往往 在第二條柱落 那時候 follow up那個 又上不到 所以 跟部署方面 就有了一點點 只不過 其中 是白必圖有個球 過頭可以給他 但是他又射不到 那就沒得說了 如果下場李安納道 不出對荷蘭 會不會很大影響呢 白蘭糕 他一直都是這個 他一直都是出白蘭糕 他預算一直出白蘭糕 他的質素是一樣的 不過你的立度就是 年輕一點 所以 所以 應該正常出白蘭糕 看這個樣子 無論如何 這麼晚 打電話來 謝謝你 非常清楚 巴西的 這麼遠 深圳 剛才我就是深圳 喂 喂 在深圳打來嗎 是 你好,貴姓 我姓陳 陳先生 這麼晚還沒睡 你做得好看嗎 好看嗎 做得好看嗎 做得好看嗎 當然 當然 大家好 我們深圳這邊 都很熱情 是嗎 是 熱情看過 西斯米蘭剛剛上完深圳打 爆了棒 那場文化不太好看 是嗎 西斯米蘭那場也不太好看 是 夏馬龍那場呢 你們深圳也贏了 那些我不看 是要看世界盆 是嗎 那說回這場吧 你對巴西怎麼樣 你跟志偉聊一下 我很想說一下伯迪圖這個人 是 你跟志偉很熟 不是 我不是很熟 我覺得他太 自己以為自己是升級 他是升級 他是升級 但是你看看蘇聯那場球 他有些球是不需要零空 太過show off 你明白嗎 他根本剛才有一球上半場 他一個band shot 很簡單 好像下半場入球 簡單一點冷靜一點 band shot做完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那麼show off 表演自己 又要零空啊 這樣打過去 他兩次都是 我想這個是他自己的 一貫的踢法 就是他喜歡 是他不喜歡直射的 他是喜歡 小小起腳的時候 把球摔在地上 就是好像一般頭錘 鑿在地上 是令到那個守門員 更加無所適從 這一種踢法 今年呢 我覺得這幾場球 你看到百必圖 是有小小腳風 不是太過分